對於整個侯友以臺大的座談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有收看 因為直播在線2萬人 那時候哇 怎麼這麼多啊 難道都是侯友以致死者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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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盡然 很多都是抱持著準備要來找查 見鋒插針 甚至看笑話的心態的綠營車椅 以及民進黨的人在收看 另外一部分呢 則是期待侯友宜能夠改變 甚至有些呢 是當著這個彷徨擔心受怕的心情 在收看著侯友宜的台大演講 心裡想著 哎呀拜託啊 這個好好講話啊 不要好好做事情而已 也要好好演講 要好好的講話 好好的講出來 但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我是憑70分啊 70分就說啊 70分很低耶 各位你要先思考一個前提喔 侯友宜先前受邀 卻沒有出席這個叫幾分 這個叫0分啊 這不是不及格啊 原本受邀沒出席直接打0分啊 好那沒有關係 後來侯友宜轉彎說 我要去政大也要去台大 即便為時已晚 但至少是亡羊補牢 所以這個70分是因為沒有在第一時間前去所扣下的分數 否則我們退一萬步來思考 如果今天侯友宜是第一個登陸校園 第一個登上台大論壇 第一個登上校園馬拉松 那他的所作所為跟他的言行表現 我相信至少應該可以拿個75分甚至80分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整體最具體的在哪裡 具體的在於說不是說侯友宜講話方式改變了 而是終於不再推拖拉 不再吞吞吐吐 但有沒有改進空間 當然有改進的空間 因為包括在兩岸議題上以及兩岸相關的論述上 可以看到的是侯友宜還在左顧右盼 還在猶豫不前 但是待會呢我們一項一項細細的來討論 不過在這之前我先讓大家看一個精彩片段 這線上的觀眾朋友知道大家聲誤痛絕是什麼 沒有錯這是網軍嘛 整個全台灣人民包括2022大選 對於網軍都產生極大的反思讓潮 甚至是反彈 我們來聽一下侯友宜怎麼講的 民進黨執政八年勵志敗壞 然後官員囂張跋扈 我想問的是關於疫苗口罩快篩 然後還有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 侯市長如果明年當選總統 願不願恢復特徵組 徹查到底絕不寬署 民進黨網軍治國 民進黨網軍治國 賴清德沒有道德勇氣 肅清網軍 如果明年侯友宜當選總統 願不願意肅清網軍 八年的弊案八年的問題 做不做我上次就做 不但做 比特尊職還做得更徹底 一個都不放開 一個都要好好的遵辦 本來的方式真正 我辦過那麼多案子 沒有不破案子 沒有這個弊案不解決的 不會像別人五道弊案 長老半天也沒有完成啊 很多事我們針對問題 一個一個大家清清楚 不管是特尊職也好 不管是專案小職也好 那就是一個名稱而已 最主要要發揮展現您 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果公務人員有包庇 掩蓋案情 查辦一個都不放過 這是我的台頭 年輕人跟社會 追求的共同價值是什麼 社會的公平正義 對無流風 這也是我的台頭啦 看來看去 民進黨在打假 信息都在打假的 大家緊張要死 造成人心惶惶 是誰造成的 真相只有一個 假信息 我們要唾棄他 要查辦他 現在的民進黨 你有責任 有在嫌棄的時候 從頭到尾好多假信息 這些假信息 一定不要放過 我尊重所有的言論的自由 但是如果要用假信息 來在商口上撒鹽 引起選票 這是很可惡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各位網友 如果大家看完這個 後遇這段談話的想法是什麼 也歡迎這個留言分享 我待會再講我的評論 我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這個大腦思考 這個午安 燕眉午安 還有交上吐司您好 蔡編也在上面跟大家這個打招呼 雞大大您好 好 有一個門門說不同意我說的話 非綠聯盟彼此批評 我這邊解釋一下 我覺得你應該是聽錯的 我再說 作為一個媒體人 不管是藍是白 對就對錯就錯 該稱讚就要稱讚 該檢討需要改進的地方就要講 我的原話是這樣 不是說叫非綠聯盟自己去批評 講白了我講了 他們兩個不一定會聽 不過兩個確實現在正在互相攻擊當中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新聞 好 如果呢各位網友任何意見呢 都歡迎在這個留言分享 同時聽行大家 螢幕上有QR Code 如果想要Call in進來或有任何意見 請拿起你的手機 用LINE的ID掃描QR Code 或者是輸入LINEID CTI BUS CTI BUS 就可以立即上車加入我們的討論 好 對於剛才侯瑋的演說 我不知道大家想法是什麼 不過我們看了出來說 他很努力的想要呈現出一個太陽 這個太陽是什麼 就是侯瑋很強勢 很有魄力 除惡誤覺 表現出這樣的一個太陽跟心態 但是實質上能不能打動人心 能不能穿透人心 我覺得可以從台下觀眾的反應 你可以看出一二 你可以看出一二 真正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我問各位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往往是不是都先看標題 再看內文 有影音的再去切影音 所以我覺得重要的 態度是一回事 態度是第二個層次 態度跟口吻是第二個層次 我覺得侯瑋瑩講話不清楚也沒關係 你要用台語也可以 你要有台灣國語 我覺得其實都不是大問題 重點在於你字句當中的含金量 是不是能夠打動人心 反而所謂的憤慨 康海基啊 柔情訴求 這個是其次的問題 其次的問題 否則我就講 你像柯文哲 柯文哲講話有很有態度嗎 也沒有啊 甚至有時候連聽都聽不懂他講什麼 口齒不清 但是為什麼屢屢能夠抓住媒體的焦點 重點就在於字句當中的精準跟含金量 不論你認不認同或覺得說他是華仲取寵 當然各有所好嘛 有人喜歡有人反對 但我是說這必須侯瑋瑋要去思考問題 但他在這一次整個台大演講當中 確實有講出幾句非常重要的經句 甚至是跟過往總是在繞圈子 過往聽侯瑋瑋受訪 總是在繞啊繞啊繞 繞完之後呢 所以中天小編才會崩潰嘛 為什麼因為抓不到重點 抓不到重點 這個是有好有壞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市長 你當然要必須要秉持著所謂的行政中立 政治色彩越低越好 所以當你呈現模糊的太陽的時候 藍綠的選民會覺得 哎呀你就是一個好好做事好市長 但總統選舉不一樣 總統選舉比的是什麼 意識形態壁壘分明 所以在這塊戰場上 你勢必得要把自己的旗幟跟招牌 甚至是立場 踩得穩 喊得清楚 所以在這個前提跟狀況下 侯友宜目前 往的方向發展什麼 非常積極的把所謂的正藍軍 把所謂的藍色色彩 欺在自己原本不夠鮮明的身上 所以我說這是第一點 侯友宜做對的方向 好 那我們先來整體評斷一下喔 來講一下 我覺得侯友宜最關鍵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 大家可以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仔細看喔 侯友宜在當中呢 這個片段我們就沒剪了 我們直接用口述給大家聽 特別是講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台下最激烈反應 各位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這些慷慨激昂耶 也不是說遇上這個未要案 然後對家長的柔情訴求 也不是刻意開玩笑 反而是當有一名學生 好像台大學生喔 沒記錯的話還是政大的 起身向他詢問的時候說 如果你侯友宜 這個問題很尖銳喔 說如果你侯友宜 民調繼續第三 你是不是要秉持著 下架民進黨的原則 犧牲掉自己 他的原話說犧牲掉自己 一開始這個主持人陳以馨 待會我們談到陳以馨的問題 還在那邊哎呀 這個對這個問題 有點搞不太清楚狀況 但侯友宜完全了解他講什麼 那我就講如果待會 我會解釋侯友宜的回答 如果是刻意的 我就哇那精妙至極 如果是意外的 反而是真情流露 侯友宜說什麼 侯友宜說 哎呀這個就像他相低一點 他相信選民的智慧 認為所有的投票行為 選民都是有智慧的 而且不是漁民 大家會自行判斷說 選擇自己最好的候選人 但他下一句有趣了 他本來說 在藍白綠 沙喀都的情況 其實早就有發生 但是他原本要講說 你可以看台北的狀況嘛 因為台北是講萬安營嘛 就他不小心意外口誤說 就像是新竹的狀況 就哇 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甚至有人鼓掌 起聲叫好 為什麼 因為有趣嘛 大家覺得哎呀 侯友宜還會自我調侃啊 把自己竟然比成零跟人 因為侯友宜在台上也非常有幽默感的 立刻哎呀搓燒燒頭笑一笑 哎呀這個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台北我說台北 侯友宜在現場的反應是這樣子 所以仔細想 明明是一題這麼尖銳難以回答的問題 可是侯友宜透過這樣的幽默 反而贏得滿堂的喝采 你說難道會因為侯友宜講說新竹 大家就嘲笑他就不支持他嗎 不會 反而這些中間選民就喜歡這種雕心 反而這些年輕人就喜歡這種雕心 反而這是在整場當中 我講的不是普世價值 而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同溫層 跟這樣子一個年輕族群結構裡面 對於他這樣子一個做法 跟幽默的態度 以及自嘲解嘲的反應 非常佩服 甚至加分 這是我可以看到整場裡面最大的一個亮點 所以我講了 全場觀眾反應最激烈的就是這一課 另外一課就是我們剛才給大家看到的 當這名學生問到網軍的問題的時候 但你看 網軍問題反而是提問的時候 台下反應還比較熱絡 侯友宜即便慷慨激昂的回答 反而台下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所以我講了關鍵並不在於說 你侯友宜怎麼樣去闡述這些話語 當然這是退而求其次第二重要事情 但這個前提必須建立在 你有含金量懂嗎 就是你的字句必須要有含金量 好那我們現在呢先讓大家看這個 第二個畫面 第二個侯友宜在現場 討論到所謂安息教練 舉灌籃高手的名言 當時的一個訪問片段 安息教練說一句話 比賽沒有結束你放棄了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放棄了那就結束了 我絕對不可能放棄 我一定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不是橫空出來的 我完全跟人民站在一起 瞭解人民想要什麼 大小數我都可以親力親為 把事情解決 我就有破例沒有審票考量 該做就做 絕對不讓步 我們可以聽到 侯友宜在這段其實斬釘截鐵 對於自己 選不選到底這件事情 倒是講得夠清楚明白了 夠清楚明白的 我相信這樣的態度是有的 好第一個 侯友宜講幾個重點 安息教練 為什麼要講安息教練 其實頭其所好嘛 因為這個年輕的好朋友 甚至應該說青壯年 因為很多不少是我這個年代 甚至年紀大 比如說大幾歲的 這個好朋友的共同回憶嘛 灌籃高手 因為過去這個結局 並不盡理想啊 大家心中總會有點遺憾 所以總會不斷的 重播這個灌籃高手 現在有看的時候知道了 所以等於是 他援引的是當中 安息教練的名言 就必須要堅持到底 那坦白講啦 因為泛藍的支持者 通常都會有一種心態 什麼心態 打順風球的時候 大家會非常的 這個振奮 一窩風 大家群起的這個情緒激昂 但往往逆風的時候呢 比較擅長自我檢討 比較擅長自我檢討 無日三省無聲嘛 這是藍民選民的優點 會去看看自己到底哪裡做不對 哪裡做不好 看看這個國民黨支持者 跟到國民黨的候選人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但同時他也會產生一個效應 叫沉默螺旋 這個沉默螺旋呢 不只是支持聲浪的沉默螺旋 甚至呢 是對於整個慎選 產生悲觀的沉默螺旋 所以很多人說 哎呀這個文書了 哎呀書定了 哎呀怎麼樣 所以呢民進黨呢 向來知道 藍營支持選民 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總是會以假民調來操作 我很久之前就講過了 有時候這種假民調做久了 就會以假亂爭 假的謊話講一百遍 哎反而就真的變真的了 所以我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侯友宜勢必 必須要給大家一個信心就是說 對我就是會選到底 好把這個東西給定調清楚 把這個東西給定調清楚 但這只是一個基本而已 這只要止疊而已 但為什麼我們講說侯友宜 侯友宜即將要開始反彈了 侯友宜即將開始反彈了 來我們關鍵就是在下一個 我們要討論到的爛商 同樣在這個台大演講 大家我知道最為注意什麼 我們這邊不注意啦 這個泛藍媒體比較沒注意 綠媒側椅到這個民進黨的人事 我想整場記者會啦 他們批評的只有三個點 第一個不是侯友宜喔 陳以信 說主持人 主持人插話聽不懂問題 哎跟學生這個 講的亂七八糟 主持人有問題 這我講這綠媒喔 第二個說什麼說 投影機 這個就更好笑了 說剛好有個投影螢幕 哎呀這個中國兩個字印在侯友宜臉上 連這個都可以拿來操作 OK好第三個 說侯友宜講公安 支那用語大陸用語抓到了 不要笑死人了 你民進黨整天都要用中國用語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那你被自己被統戰都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時下多少流行語都是中國用語 你民進黨也講得很高興 接地氣 接地氣也是大陸的啦 搞笑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讓你一次滿足